国家考试竟然又爆发了考题 一模一样的这个状况 真的是读到赚到 很多的考生都发现 今年的调查员特考的考题 竟然跟三年前地方特考的考题 完全一样 连题目的用字啊 那个顺序啊 还有配分啊 全部都没有改哦 被考生痛骂 这个命题委员怎么懒到了这个程度 考选部上午特别说明 说这位的命题委员将永不录用 准备好久考国家调查员特考 今年考生却都骂翻了 因为拿到了这份试卷 正要作答时 却发现竟然怎么似曾相似 原来跟考古题一模一样 不可能吧 对啊 他如果真的是一字不漏的话 那就是 那只是copy过来而已啊 那电脑的功能太好用了 他 这个钱也太好赚了 事务人员的钱也太好赚了 初五一样的题目是比较不理想 那或许他可以把数据改一下 拿出两张试卷比一比 今年的公务人员特种考试 和三年前的地方特考 竟然五题全部一样 一字不插 连顺序都没有换 考选部被怀疑有舞弊嫌疑 上午急着出面澄清 坦诚有疏失 他这一次比对是没有搜寻到 地方特考 这一部分的这个试题 考古题 他没有搜寻到这一次的考古题 所以发生了这个问题 考选部说这名命题委员 的确就是2008年和今年的 两次命题委员 怎么会拿过去出的考题再拿来命题 命题委员宣称是因为回国之后身体不适 出题时间紧迫才会抄袭考古题 已经被考试院列入黑名单 永不聘用 调查后如果有泄题的嫌疑 恐怕难逃法律制裁 中旬的陈一凡和哲伟 台北采访报道